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给大家带来的最终幻想十四,4.0的浓缩攻略 本攻略以介绍怪物技能为主,考骑资料为辅 众所周知,最终幻想十四是一个彩蛋非常多的游戏 附上背景考骑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地体会到FF14的全部乐趣 话不多说,我们先进入61级迷宫,漂流海域,算认海 在宫之战士一行人在阿拉米格受挫后 众人决定先前往多玛保存实力 谁知在海上遭遇到了怪物的袭击 主角团只好迎头而上解决危机 其实在FF系列中,凡是和坐船相关的情节很少一路风顺 FF2里连人带船直接被利维亚三给吃掉了 FF3里更是刚坐上船就被纳普托巨龙强制灭团 FF14也是老梗重来 反正你要是听说在FF的世界里要坐船了,那可就要危险了 以上来冒出来的几只小水母名为女鬼 这个家伙是从FF11里直接搬出来的 看图就知道了 FF14里的很多幽灵小怪的模型也是直接从FF11里复制粘贴过来用的 解决完了几只小女鬼后,我们登上了陆地 迎面送来几只大海鲜 其中这只大蜗牛尤米尔值得一提 他是来自FF6的第一个boss 原作里他缩进壳里的时候会反弹受到的伤害 这个设定在FF14里被砍掉了 在3.3的私人迷宫黑窝传说破剑岛里,我们曾经和他交过手 紧接着这只龙虾则是来自FF5的boss 招牌技能螺旋尾也是FF5的同名技能 料理完这些海鲜后,我们即将面临第一个boss 伴随着诡异的歌声,我们遇到了阿尔巴尼亚民间传说里的吸血怪物 卢加特 传说他会偷偷吸食小孩的血液 吸完就跑,十分恐怖 提醒一句,4.0版本出击装能不高的时候,不建议拉一波 还有在4.0里,急跑动作不再消耗激励 物理职业也可以随时开启急跑爽一爽了 卢加特的技能不多,作为4.0的第一个boss并不难,一共只有三招 技能一,不可名状之掌 犯场范围的AOE,发动速度特别特别慢,完全可以躲得开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黑魔离这么远都躲开了,大家也就别中了 几次普通攻击后,卢加特会使用技能2,水电球 这招需要分摊,以后看到这个浮夸的大箭头 只要站在一起就可以相安无事了 又来几次普通攻击后,boss会使用技能3,大海吞噬一切 听上去非常强力的一个技能 效果是把所有人强制吸引到boss脚下 接着发动可见范围的群体攻击 应对方法等boss吸完了,走出来就可以了,十分简单 然后boss就是这三招的循环了 轻松击破后继续前行 主角一行人穿过暗胶洞穴,发现了几艘废弃船 预感大事不妙的同时继续探索 在废弃船的甲板上会遭遇到几只信天翁 解决后会面对几只名为海和尚的章鱼 这个海和尚是东方民间传出里的妖怪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模型也是从F-11里直接复制粘贴出来的 在船的尽头,有一群骷髅水手等待着我们 由此看出,主角们的船早就不是第一艘在这片海域里出事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场战斗中会不停地伴随着青蓝色火焰的AOE攻击 请各位注意回避 然后在一所废墟的门前,我们遇到了第二个boss,管理者 这个boss面向不善,初次到来的玩家可能会有点怕生 不过放轻松,管理者也只是个徒有其表的boss,一点都不难 在甩了几次小爪子后,管理者会独挑技能暗影流 这招的效果是在地面上,从放射状散布一些淤泥 踩上去就会给角色叠加一伤状态 看见这招的话,只要跑到没有淤泥的地方就行了 这个技能本身并没有什么攻击力 紧接着,管理者会使用全屏攻击,血腥爆发 这招不可回避,身上的异伤层数越高,这招越疼 甚至直接秒杀 不过好在暗影流并不难回避,不用太过于担心 接下来,管理者会锁定一名队友使用技能入眠 效果是,直接把你拉到他自己脚下,对着你就开始叠一伤 解决办法也很简单 如果你不想继续和管理者亲密接触了 直接往边缘跑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恋恋不舍 管理者的机制主要就是通过给我们叠一伤 然后通过血腥爆发伤害我们 只要躲好了一伤,治疗压力可以说是非常小 除此之外,管理者还有一个大招,暗影崩裂 这招无非就是一个放大版的暗影流,效果很华丽 但是,其实只要躲在四个角落里就可以了 同时还能攻击到管理者 新手玩家只要冷静下来,即可顺利击破他 击破后,主角一行人进入了废墟 发现了这其实是一所监狱 到处都是腐烂的僵尸战斧和僵尸警戒犬 途中的棺材怪会使用扇形攻击,记得回避 走出监狱后,我们发现了道路中开始出现了鬼火 在解决了剩下的几只僵尸狗后,我们遇到了一位死去的战俘 化作的幽灵 他有一个技能需要额外注意 这个技能类似死者宫殿,40层的boss修一坦 幽灵会独挑一个名为诱惑尖啸的技能 最好让T留着打断,打断一下 不然就会像视频里一样被接下来的洪水攻击攻击到 由于4.0力的打断技能已经没有攻击力了 所以近战职业记得不要再随意使用了 在干掉这个幽灵后,主角们终于来到了最后的敌人面前 即将面对幽灵船目的的罪魁祸首 罗雷来是德国民间传说里的女妖 传说她坐在礁石上,瞭望来往的船只 她通过歌声迷惑水手 直到他们的船撞在罗雷来礁上粉碎而死 技能一,处女之类 罗雷来在场地上释放若干陷阱区域 踩上剂就会慢慢掉血 注意不要长时间停留 这个技能会和接下来的技能形成组合剂 请注意自身的位置情况 技能二,病态前行 核心机制技能,不可回避 这是4.0力新加的技能积聚之一 中了这招后,所有人会强制不受控制的向前行走一段距离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会走进处女之类的攻击范围里 技能三,对替技能,飞头蛮 对残客职业的大伤害技能,无毒条 记得在病态前行和绝望倒退后开启减伤应对 在处女之类消失后 罗雷来会继续使用处女之类维持地面上的陷阱区域 罗雷来的攻击技量就是通过控制玩家进入处女之类的攻击范围里 视频中,这次罗雷来使用的还是病态前行 所以我们的后方是安全的,只要转身就行了 而这次罗雷来使用的是绝望倒退,我们的后方是安全的 所以面对boss就好了 这个机制在不处理的情况下很容易中招 不过由于处女之类的攻击力不高 所以即使走出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各位新手们千万不要紧张 罗雷来在FF系列中的登场趋势可数 除了在FF14里,还在FFLEGEND2里作为水属性召唤兽登场过 代表技能罗雷来之类是其主要攻击技能 FF14中的处女之类技能就是来源于此 在罗雷来HP减半后,会增加一个独条技能 虚空波浪,范围不大躲开就好 如此循环即可顺利干掉这位涂着眼影的小姐姐 罗雷来和鸟妖赛刃一样 都是世界传说中非常有名的怪物 著名德国诗人海涅还曾经给罗雷来赴诗一首 最终光之战士们终于击败了罗雷来 顺利解决了海难的源头 继续向东方的多马前行 好了,本期的节目到此为止 让我们63集再见,感谢您的收看,谢谢 感谢您的观看